大家好,我是小胖 咱也是终于回来了 最近也是听说很多小伙伴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那咱们肯定第一时间给大家先更新个起 让兄弟们睡好觉再说 观战方珍宝格对面屈服孔庙 宝格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武装的双风 配合着三嫂大同加石木 但是他补助带的是一个普陀山 开了一把空阵 那对战方选择上的是一个磐斯武装 九离城加石木林 虎阵也是极限大客 观战方风阵10% 双方也是有这么一个搬选的 观战方是搬掉了渠府那边的地府 一般大家都知道打渠府搬地府嘛 对面是搬掉了观战方的化身寺加武装冠 但是宝格这边选择不要化身寺复活武装冠 因为梦幻西文的搬选 他是一个二选一的搬选 一般都是你想搬的那个人 就是化身寺再加另外一个 因为就目前的这个版本 近几年的版本吧 就没有化身寺你玩不了啊 就近几年吧 之前苦头山也是第一幅度的 但那都是多年以前的事情 这套阵容的话 不怎么样之前玩过 就是三嫂大堂配神木 用来亲宝宝 火多山其实说白了 观战方这边是冲着渠府的五宝灵去的 就我把你地府搬掉了 对吧 你大概率是要上一个五宝灵的 九离城的话不一定你敢上啊 因为对面九离城 他是个半成品九离啊 他还没成品 半成品九离城 观战方堵对面不敢上九离 如果对两方去上一个五宝灵 那前期就需要用一个 紧箍咒去消耗 五宝灵就一个输出 他宙师普陀嘛 用紧箍咒去消耗 那观战方这边有辅助普陀山 有这么一个灯再加上武装罐的一个灯 就双灯在手的话 足以把所有紧箍咒的伤害给你抵消掉 说白了你用紧箍咒 你根本就估不出一点点的伤害啊 两个灯大概能回到一个两千血左右 你紧箍咒也就估个一千七啊 再给你加点那个瘴气的空间 你顶多估个二三百血撑死了 所以说这普陀山很多兄弟们 说上的有问题 其实问题不大 主要是没抓到阵容 一般五宝灵也都开鸟阵 观战方开一把风阵 也冲着他的大克去的 如果对面上五宝灵开鸟阵 观战方有大克 对吧 你的紧箍咒又没什么用 很好打的 阵容一猜错 感觉啥都不对了 过去恐攻 再压一下三双大桃 九离城的话 他是个半成品九离城啊 兄弟们 半成品九离城啊 他还带的是金甲仙衣呢 你想想吧 盘龙玉璧都带不上啊 这边还带了个定神仙琴 还是一层的 暗淡无光的定神仙琴 一层啊 就是确定验圈特别厉害 一个半成品的九离城 这个十八层啊 这个十五层啊 神器也有 但是你刚才带个金甲仙衣 你看这年头 他们高端PK谁带金甲仙衣啊 肯定是盘龙玉璧嘛 欢迎二人 萧萧宝宝 三黄净灭 打飞后边再跟一手 利托苍穹 少了三下 主要是这手虎阵的大可 很难受 上九离城必上武装罐 这个是一定的 你如果没有武装罐的保护的话 九离城不管是出手啊 还是面对有低腹的阵容的时候 他就是个脆皮 双武器携带啊 九离城携带的是一个双武器 双武器 他不是说两个武器加起来的伤害啊 比如说这个一千多伤 那个一千多伤 加起来就有两千多伤的武器上的加成 不是的啊 他两个武器加起来 总共算的是百分之一百二的一个伤害 就是会比常规的武器多了 百分之二十吧 你带两个武器啊 是多给了百分之二十的一个伤害 但是你是少穿了一件衣服 就是我用一件衣服完整的属性换了百分之二十的伤害 就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 但是有一点就是武器上它是可以点化套装的 也就是九离城是可以点化双套装的 比如说我可以带一套动物套 带一个三件套的动物套啊 然后带一个三件套的漫天套啊 他六个装备都可以点化的 咱们常规的装备的话 只能点点化五个套装嘛 武器你是点化不了的 但九离城的武器是可以点化的 这也是九离城比较牛的一点吧 继续听一听吧 我之前看夫子苗玩这一套阵容 因为我去无锡就是代表着夫子苗的嘛 代表着就是夫子苗去的 所以说夫子苗玩这套阵容的话 就是走的一个轻宝的路线 打后期给你耗啊 当你抓到对手的一些 比如说四宝一五宝零之后啊 其实这套阵容可以往下耗的 只不过就是你现在没抓到 就有的时候很尴尬 还送了一把大克过去 还是极限大克 对面也是给自己的九离城 上了一把天地同手 因为关键方这边是有 峰隙速度的一个双峰隙啊 关键方是一三对面 关键方是一四组 对面二三组嘛 所以保证一个九离城的出手的话 上个天地 九离城也属于那种 不要血线也可以随便玩的 它跟大藤不一样 大藤这个门派上天地得谨慎 其他的物理系都无所谓 什么凌波师国 九离城啊 随便上 倒地就倒了 拉起来秒就可以 来了一把青蛇 给神木也上天地了 就是保证一个出手 古镇大克的持续性的出手 说白了 对面就是一个212嘛 传统的212 只不过是带了九离城 来灵宝 打了7000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灵宝是可以打到你的总伤除以3.5 的伤害啊 总伤害除以3.5 然后乘以6 他打你6下 1.0元 九离城的门派灵宝 1.0元 可以打到一个总伤除以3.5 打6下乘以6 刚才看到 总的打出伤害是7000多 这个玩意儿是要比巨剑 还是要相一些的 比巨剑伤害要高 8回合的大死亡 因为前期也不太缺宝宝 所以说换点养护 也是问题不大 攻击二刃继续小宝宝 三荒镜面 打杯两个 开始手势 因为对战方现在 他是前排没有孩子的 你想拉起来的话 你就得吃九转 就趁着你上天力 我就打一打你的九转 你压力大了以后 你可能会 换一些孩子出来 再来一把青蛇 十一回合 观念方大同这边 是两层的一个建议 叠加的还是 不是太快 换养护 而且玩这个九离城 他既然选择了上九离 他一定会多带九转 每个人多带俩 最起码每个人多带两个九转 平时他们基本就带个四个五个 这回得带六个七个 多带个两三个吧 每个人 九离城这玩意儿 他就是个脆皮 你给不给他上天力 他也是要平凡倒地的 他没防御 物理系脑袋 他又不打那个啥 物理系的脑袋 不打月亮石 他肯定打的是红马脑 双武器 然后又没穿衣服 就是加防御的这两个点 一个头 一个衣服 物理系都 都没了 头呢 就是原始的防御 那些咱们原始防御 咱先不算 其实很多门派 最初的防御 主要来两个点 就是一个衣服 一个脑袋 月亮石 也只能给这两个部位打 但是物理系的话 脑袋不打月亮石 然后衣服九离城 他又不穿 感觉基本是个没防御的 有没有天津同手 他也没防御 他平凡倒地 是已经注定了 三皇紧灭 哎 这波没打起来 削 哎 削出两下来 少削了那么几下 平凡倒地的话 你既然选择玩九离 那一定是多带九转 很多小伙伴说 他九转吃光了 暂时吃不光 这玩意太多了 幻眼迷目 让观众黄这边 多承担百分之三十的 一个伤害 百分之三十 什么概念 来 欢迎二人 来针对观众黄的 大同管辅 三皇 紧灭 打起来 打起来一个 那得了 女儿村 差一点被削死 女儿这回带的是一个 163 很多夫妻 现在都把女儿村的 套装换成163 但这个行为 最初就是在 取护出现了 后边 最近发现 其他福气 也在紧跟之上 他现在 剑步如飞多那点 速度啊 他并 不能 起到一个 决定性的 然后他们就 现在 都带163 保命要紧 人都活不下去 还弹什么速度 人没了 你有疑速 也没用 自在心法 结算一下 你别说 这玩意儿 还真怕倒地啊 你如果有一个 倒地的 普陀山的话 还有的追 我补个灯 结算一下 一旦出现那种 两三个 多个三位倒地的时候 普陀山极其的法力 你想想吧 我拉起来 我得先给他补个灯 我再结算 还有一个呢 我还得再给他补个灯 我还得再给他结算 这一切 咱还是说了 他不被控制的条件下 你也得四个回合 去恢复队友的血 如果你稍微被控制控制 人家给你扔个五魂 人家封印你一下 你这个上线 真的回不上去了 太慢了 最可怕的 其实有一个 就是时间节点吧 比较难受的时间节点 假如说你这个人 就剩下两三回合的灯了 你这个尸体单位 头上可是有灯的呀 但是灯的时间不长了 就剩下个两三回合了 你结算他吧 他不合算 结算不出多少血了 你想给他补个新的灯吧 你还补不上 就是头上给你 剩个两三回合那个灯啊 你难受死 结算 结算不出来 补个新的 还不能刷新这个技能 那个时候你的恢复是 很别扭的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辅助普多山 大家都不乐意带的一个原样 化生死的爆发性的恢复 实在太强了 不见诸斯 开始禁你女儿村的药了 一个九转 一个五龙 再加一个大金 瑞瑞 乾坤再套神木灵 卡大金 笑一笑 打起一个来 因为他只有打狐空啊 打狐空以后 他后续的这么一个 利破苍穹 才能跟上的啊 如果打不起狐空来 他这个利破苍穹是 打不出来的啊 这个技能是用不出来的 利破苍穹只能打狐空单位 而他这个 用这个三荒镜面 大家每回发现 他第二次都会用三荒镜面 如果刷出三个技能 他第二次必用三荒镜面 三荒镜面的主要的任务 他就是把别人打狐空 有筋脉的加持 大家是本身技能 这么一个设定 三荒镜面打狐空的概率 还是蛮高的 封印二刃就是 说白了就一个小点杀 你看第二下 用这个三荒镜面 打狐空的啊 才能后边出现这个技能 你如果打狐空不了 后边这技能就不在了 必须有狐空单位啊 才能触发第三个技能 一般第三个技能 都用这个利破苍穹 整体来看官大方暂时血量还不错啊 就实体单位没有的时候 武装罐加葡萄山的灯 恢复量还是极其的惊人呢 这个 就这两个灯结合起来 他不怕你打面上 哎 又来 杀武装 又是一个 零宝技能 风卷残云 再杀武装冠 武装冠也被送走了 他不怕你打面上 他其实就怕你打点上 倒地以后 这普多山太发力了 你不倒地 如果大家都残血啊 哎 其实这两个灯都会不亮 很惊人 你的伤害是分散的话 官长皇叔无所谓 但特别集中的时候 难受 被虎头 那虎头的九离城大客了 然后你还没有防御圈呢 所以这九离城的游戏体验会 特别的好 神佑 哎 官长峰干什么呀 哎 当时我直播的时候就觉得 官长峰是哪个操作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招出孩子啊 有压力 九转有压力的时候啊 提前出个孩子 没倒地 加加魔镜 倒地了 孩子拉起来 影响不大 一把金轻 这也金轻 解掉四个封印 难受呀 现在官长皇已经是一二速了 行动失败 解开 官长皇这边的速度没配好 葡萄山跟五号位的宝宝速度没配好 灯没有补上 葡萄山操作失误了 有点着急了呀 两下三下 清掉宝宝 这就冲着大藤的宝宝来的 二次回合了 哎呦 对面这孩子刚出来 一回合直接被清了 那官长皇这边大藤 二次回合六层的剑意了 距离自己的十一层剑意 还遥遥无期呢 啥时候才能毕业 你别看官长皇贝大克了 这个大藤是不缺伤害的 官长皇大藤和什么的伤害 还是比较俗的 一旦有了十一层剑意 这个威力还是够的 继续禁要一个九 一个回合回速啊 最后一个没看清啊 金刚加上 女孩村这边是被禁掉了 六个药 三荒 净灭 大杯 继续针对五双冠 又拍中了一个大死亡 主要这种死亡宝宝在场上 他一直拍一直拍 总归是能打到你的 继续守着九离城的尸体 你现在没孩子 你想拉起来 你不还得吃九转 这就是官长方的一个目的吧 把你九转吃一吃啊 但现在药品还很多 对面除了九离城 吃药比较多以外 其他人的药 还行 就没怎么吃过 我不自备 干脆用技能来搭化成寺 没什么事的时候技能拉一拉 官长方这边终于是给自己的武装官 结算出来一手 结了七千血啊 就是一个一个实体单位的时候还凑合 就这普通杀还能用 这个伤害呀 要把大死亡的武装官压倒 官长方 反正现在就是有指而立 指而没指而立 火源散 两个高速点的话 这些 法宝该起的 哎对 火源散该起都得起 暂时顾不上封印 再给个禁聊 对面直接换地天 武装官趁机补个灯 局后那边开始骚扰地天了 禁聊一给 卡要也没卡上 大藤这边倒是还能扫一把 终于二刃 这没了呀 这打的次数太多了 宝宝 大藤的宝宝怎么说 也被削掉了 就正然要打点杀的时候 他也不耽误 他打面杀呀 就打点杀的时候 他不耽误打面杀 这个还是有点小恐怖的 这个还是有点小恐怖的 打飞 打飞起来 三黄镜灭 再打飞 一个 哎 好像一个都没打飞啊 这个三黄镜灭 如果再能打飞三个的话 这一波直接秒六了 一万一个神木灵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普多山的压力所在了 现在是两个尸体点 两个尸体点 普多山压力就来了 就阵容没抓到啊 抓到五宝灵 这阵容能玩的啊 不是说这个上普多山 就一无是处了 就没得玩了 抓到五宝灵 他这套阵容 绝对没毛病啊 只不过是上普多山 有一个啥问题 就赌得太大 一旦对手上 别的阵容的时候 你这普多山就显得 特别的法力 你一旦上普多山 你就只能赌对面上 五宝灵 没有给自己留下 太多的一个容错的概率 普多山赶紧赌不过灯 再针对大唐 有一把青蛇 对面九地成衣 但没了这么一个天地同兽以后 观察方肯定会稍微控制他一下的 不能让他这么似无忌惮的输出的 解开封印这一波 一把金青 武装罐也可以拉起来了 而且今天对面的武装罐 他是没有带治疗灵射的 那应该是带着速度灵射 忽然不禁爆一下 三宝 再招个地厅 才怕 再上天地 还是一个继续保出手 就是说白了 赶上天地 对面还是对于自己的九转 极其的自信 还是有自信 把地厅削掉 这九离城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他就不能拿二宿 这玩意儿不能拿物理二宿 他一定要拿物理一宿 不管是跟哪个物理系打 他必须有一宿 所以对面这个速度加的 一定会极其的快的 这玩意儿没康型 尤其没防御 没防御 一旦让别的物理系拿到速度 他就不用出手了 再来一把 金青 再来 再来 叛迎二刃 继续针对 三黄净灭 打杯两个 罗汉盖起来 倒是大特技 观点方这边不太缺 毕竟对面神木和这个九离城 打过来的伤害还是蛮高的嘛 毕竟是一个二一二 所有的二一二阵容 说到跟上 他也是一个送愤怒的阵容 不管是凌波神木 还是二二年咱们看的那一套 师傅神木 二一二就是无限送愤怒 所以观点方的愤怒肯定是不缺啊 你想控制也难的 这个愤怒不太好控制 观点方就不给对面送愤怒 那宝格现在就算一顿挨打 哪有时间打你 这对面就不挨打 所以他就不 得不到愤怒啊 这想 想留点愤怒 那就踩他 你只能踩他 你说你光靠踩他 效力能把观点方的愤怒笑干了 不让他放大特技 这东西不现实 对面彭斯又触发了一把 幻眼迷雾 武装冠这又要被消死了 武装冠女儿孙全部被消死 武装冠这个灯也没点上啊 就刚才出现两个实体点的时候 就是神木加武武装冠 到现在观点方神木林的上限还没恢复过来呢 武装冠亚格队没揪起来呢 女儿村又倒地 现在就是三个实体点 葡萄山表示 实在是有点费劲了 女儿村身上 现在还有一回合的灯 你说这个灯 他就没法结算啊 等他结束了以后 你再给他补个心了吧 神木林这边是四回合的灯 武装冠没有灯 神木林这边还有四回合的灯 这就进入了那个比较尴尬期了 你给他结算结算不出多少血 你不结算吧 你也补不上心的 反正就给他挂着吧 慢慢恢复 再拉起女儿村 直接喝酒 人物都在 只能精清 二任对面也是实体单位拉起来的 但是人家速度更慢 所以观点方女儿村这个酒 好像是要白头 拉这白眼破163 面对酒离城感觉163 他就不好用了呀 兄弟 兄弟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感觉面对酒离城 你这163是个啥玩意儿 只能说啥也不是 你163扛的次数多 那酒离城打的次数更多呀 163就前四次嘛 但酒离城打你 那何止四次 一个灵宝技能就砸你六下 你163 163在酒离面 真的啥也不是 这地听 打到大唐身上 大唐倒地 又来一个实体 这边 神木林终于算是把上线都恢复过来了 但又有扣塔的作用 我这样也 局不在了啊 局不在了 被虎镇大克没抓到阵容的时候 其实那场那天开场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就观点方那边上普陀 对面又没上吴宝林的时候 宝格大概率已经走远了 就不说这把大克啊 就可能跟大克没有多大的关系啊 观点方就已经走远了 因为他就是殊死一搏的一套 一套祖阵 就你如果上个化身色啊 也许还有得玩吧 上个化身色 但上普多山只搏对面吴宝林 不搏别的 他只搏一手吴宝林 别的啥也不搏了 所以这个吓得有点大了 然后就输得有点惨 没给自己留一点容错的概率啊 这套阵容的话 宝格这套阵容就打个吴宝林 打个咒法 哎 还有咒识 把把加法系的那套阵容 当然曲腐白打那套阵容 曲腐基本没打过咒法阵容 打个咒法也不错 当曲腐那边上个咒识加神木灵 哎 观众和灵动刷一刷 灯补一补 好像压力也不大 女儿呢 又能拿衣服 还行 再来消磁武装 打到现在比赛也就结束了啊 那曲腐那边也是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打到这里 土豆沈也被小美了 哎呦这感觉像个小土豆刀一样 这官党风就是一堆土豆 被消美了 但是你不搬取斧的地府 你又打不过他那个国标 你明白吧 就取斧的国标太厉害 地府特别准 那国标厉害呢 肯定地府准那是首要前提啊 你国标打的意识再好 能力再强伤害再高 你地府挂不中小小都白扯 这取斧强人家就强在 人家这个 这林宝记能无视隐身呢 直接7500敲死 拜拜